大家看一下简报的26列 简报的26 那这个也是Notion 跟扁不一样的地方 我先问一下 现场跟现场的同学 有没有同学有听过 没有 所以今天都是第一次听到 现场同学有人有听过吗 其实有蛮多 现在一些软体货运转夫有知人 有同学说有 恒毅同学问到说 那个资料库是有栏位表和tableplay杀权 当然当然 他有多种不同的layout 就是那个显示模式 你可以列表 你可以表格 也可以用缩图的 甚至可以用时间走的 所以如果做专业管理时间走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好 所以现场比较有同学有听过 那个markdown的文法 那其实这些东西说真的 你不用这些语法 也可以在Notion里用 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用键盘 应该会更快一点 应该会更快一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Notion 它基本上 就是透过加号 或者是按这个斜线 其实包括我们的KEMA有支援 KEMA也有支援部分的这个MATAM人房 还有像哪里 像Google文件 你知道吗 你看我在下面 在这里不是有备注吗 对不对 你看在这里 我把它点一下 我把这个备注稍微拉高一点 其实我们Google文件也可以 你看我在这边 如果我要项目符号 怎么办 我就打一个一点 你看在这边 所以我应该要打那个一点 对 打一点对不对 一个小小的点空格 等一下 一点 哎呦 今天不理我 信号了 而且来信号空一点 在这边 有没有这样就变项目符号了 对吧 那如果呢 我在这边去打 这个 有没有就变项目符号 就变那个1234 这样了解 所以这种叫做MATAM人房 那 没有关系 反正 各位 也没有要你全部都记 因为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在用的时候 有 就是有印象 就可以记得 我把它 我有整理四个页面 就是从简报29到32页这里 有没有看到 29 30 31 32 好 有把那个 语法 用红色的标示出来 这样你就会比较清楚 好 从29页到32页 等一下有机会我们会用到 给各位试看看 因为其实 MATAM语法就是为了要让大家 比较快速的去做 为什么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从上面 然后去选单 对不对 从上面去选择 但是 你觉得用快速键比较快 还是用滑鼠 去操作比较快 一定是快速键 所以这个就是MATAM 你把一个很大的优点 他就是比较轻量式的 比较轻量式的 让大家可以 快速的去完成你的那些格式的设定 好 或者你要插入什么样的类型 这样OK 这个是等一下大家要稍微适应一下 好 那我们先回到简报的27页这边 27页这里 就是Notion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区块 我们刚不是说有一个block block区块吗 那你可以是文字 也可以是什么 你看在这里 我们的27页这边 你看 你可以是文字 插入文字 插入页面 to do this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核取方块 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要打勾嘛 好 那你要 大标 标题1 标题2 标题3 是不是都可以 这些都是基本的 好 然后另外呢 你可以插入图片 也可以插入网页 其实我觉得Notion 让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说 很多不同的这些所谓的 你用到的 不管档案类型 或媒体类型 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呈现出来 我就不用搞非常多 那个不同的地方 你看可以插入 影片 可以插入声音 也可以插入程式嘛 有没有可以插 夹带附件 File就是附件 这样了解 好 那右手边这个就是它的资料库 资料库的 它有很多种类型 还有呢 它的AI的 也是一个区块 AI的区块 所以这个 在27跟28页这边 我把它的一些区块 把它列出来 甚至呢 如果你想要砍入什么 把云端定点的档案砍进来啊 或者是这个Google地图啊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 那它在这边 Inline的部分就是把 你其他的内容 比如你的页面 或者你的资料库 或者是你的资料 其他的内容 直接砍到另外一个页面里面去的 Inline 就是插入进去 放在行内的 这叫做Inline 那不管它没关系 反正 我先把几个notion 比较基本的 先跟大家这样介绍过了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咯 准备要开始做任务咯 因为这边就要让大家动手做的 终于有机会动手做的 不好意思 讲的比较久 让大家 听我 把基本概念讲